後面就說現在有一個GS 它就說第一項乘第二項的product 即值是72 所以我們就會有A1乘A1r就等於72 它再給我們一些東西 就是第三項乘第四項的product 即值是1152 即是A1r²乘A1r三次就等於1152 它現在問我們第四項乘第五項是甚麼 如果我們整理好第二條色的話 我們就會有A1r五次就等於1152 A1² 抱歉 上面就會有A1²r等於72 例如這個叫一式 這個叫二式 我們可以將二式除一式 那你就會計到R的四次就等於1152除72 那你計到是16 那即R就等於2 是不是呢 那記住不是 R是可以等於正負2 就是這樣 因為兩邊其實一個雙數的root 那你記住就要補正負給它 所以它現在問我們的第四項和第五項的值 那就是想計算A1r三次 再乘回A1r四次 那即是計算A1²r七次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可以代回這個數 這個數 那看來這裡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沒有第一條色的 有沒有發現呢 其實我們今天的r不是兩個都可以拿的 應該只拿正2 為什麼會只拿正2呢 因為 看看這個數了 一個數的square一定是正數 或者不當它是0 一個數的square是正數 正數乘正數 才會出正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reject了這個-2 只剩2 那我們就很快會計到A1²是甚麼 的鑺江 因為我們看著這裏 我們會計到A1²應該正數到36 把這裏 這樣你就有計算36乘2的7次 那這就是我們第四項和第五項的值 即是C OK